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的大阅兵的情况 这个星期日本宣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取消了9月返华的计划之后 日本又传出消息说 日本驻中国大使穆斯昌仁和使馆人员 也都不会出席中国9月3号的阅兵室 这个消息令一些国际舆论有点惊讶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日本特约记者格兰 来看看日本各界对政府拒绝北京邀请有什么反应 你好 格兰 许国你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已经拒绝了出席中国北京的大阅兵 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日本各界对日本政府拒绝邀请出席北京阅兵室 都有哪些反应 格兰 好的 大部分的日本主流传媒 基本上是默许日本政府拒绝这个出席中 拒绝中国的邀请出席这个大阅兵仪式的这么一个决定 那么因为在安倍决定不访华的时候 日本的政府就是安倍内阁解释过 主要的原因当然除了是国会的这个审议安保法案以外 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认为中国的这次的这个活动 反日的色彩 有这个存在着反日的色彩 所以不参加 那么日本的舆论还报道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欧美的首脑 主要国的首脑不出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舆论是很清楚 就是说各界的这种代表各界的报纸什么的 这种舆论就很清楚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的政府驻华大使不出席 日本政府官员不出席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欧美国家已经首脑都不出席了 日本自己还去出席的话 是有点十三点的这种感觉 但是大部分舆论基本上是没有特别的来评论这个事情 可是产经新闻在8月25号有一个社论来表示赞赏这么一个决定 产经新闻说中日关系固然是很重要 可是日本应该坚持一些原则 比如说在法治的坚持法治 还有就是反对任何国家以力量来改变现状的 这么一种秀肌肉的这么一种立场 所以产经新闻说他表示了一种赞赏的立场 好的 那么安倍晋三 日本首相他不出席阅兵室 很多人预料在先 但是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次 居然连日本驻华使馆 从大使到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参加阅兵室 这好像有点与国际惯例有点反常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戈兰 根据多个日本传媒报道的消息来看 主要是两个原因 就是要回避两个可能发放的 向国内外发放的错误的讯息 一个就是要回避让国内外认为觉得日本是容忍了中国 用历史问题来牵制日本的这样一种手段 另外一个就是要回避让国际社会觉得日本容忍中国秀肌肉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这个纠纷的这个时候 中国在海洋的问题上特别显得很强硬 秀肌肉的时候 那么日本不应该再出席中国的这么一种阅兵式来看中国秀肌肉 这是一个大致上的看法 徐伯 好的 那么格兰 中国呢 前天 大概是前天 对公布了这个 有共有30个国家元首和19个国家的代表呢 出席北京的阅兵 是日本舆论和日本媒体对此有什么反应 主要的议论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关注到欧美国家 那欧洲除了这个俄罗斯以外啊 俄罗斯不去说它了 那就欧美国家的主要国的首脑呢都缺席 这个日本的这个时事通信社有一个很详细的评论说 这个二战的主要战胜国的首脑们都缺席这个中国的这个阅兵式 本身反映了这个西方这个欧美国家呢 对于中国这次这种加强这种军事力量 现在加强的军事力量 秀肌肉这么一种 一种加强军队军事的这么一种形式呢 本身存在的一种冷淡的一个态度 反映这个态度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觉得就是在这个中国主导的这个亚投行的这个成员国里面 现在出席这个中国离世的元首呢还不到一半 那么时事通信社的认为就是说 这个现象呢可能反映了最近中国 尤其是这股市的大富贬值 这个股市震荡以后呢 这些亚投行的成员国呢 开始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呢 显得不是那么乐观 所以可能反映了他们的这么一种态度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日本比较议论多的是关于 比较关注的是这个韩国总统朴景会出席 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缺席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日本因为一再有报道说 美国是多次的示意韩国不要出席 但是呢 朴景会呢 最后还是选择就是投靠中国 这是日本传媒的大部分的看法了 那么就认为说 这种现象有可能预示的今后呢 中韩呢会来联合针对日美 这是一种看法 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 金正恩的缺席可能反映了中朝之间的割合的现状 那么日本有报道说 这次韩朝在把门殿的这个谈判的最终结果 是中方向朝鲜施加了压力 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也能够比较容易解释 就是朴景会去决定访问中国出席这个仪式 和金正恩缺席这个仪式的现状 徐波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祝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 感谢美国之音